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七早八早 我就有个朋友打电话来找我 他就说他看到我讲那个 济南丹州在自己店里穿短裤中罚单的那个视频 他就要很急着的跟我分享 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OK 但是跟那个济南丹州的事情相比呢 性质是不一样了 等下我会说他的性质怎样不一样 我就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是怎样 他就说呢 不久前罢了也是几天前罢了 他必须要在一个大半夜 好像是半夜两点 他必须要从吉隆坡 驾车过去KOIA机场 那边 借他的刚刚到马来西亚的女佣 他有一个程序就是呢 我不是很清楚啦 就是说 那个女佣下了飞机过后 必须要去那个 移民厅的一个office那边坐着一下 然后呢必须要由雇主来把他带走啊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呢 我那个朋友呢 就 那天半夜 因为他下集的时间就是半夜嘛 他就在那边 去接 这个女佣 然后呢 他去到了这个移民厅的这个 办公室那边的时候 他就被门口两个孤门的挡住了 不给他进 然后呢 理由是什么 说他穿短裤 他的短裤也不是讲短到看到屁股的大种啦 男人嘛 不是女人啊 男人啊 OK 就是我们很普通穿的短裤啦 然后就是因为他穿短裤不给他进 然后呢死活都要叫他穿长裤 而且还要换皮鞋才可以进 OK 这时候呢 我的朋友呢 就在那边很生气咯 气到多脚 为什么 因为他从基隆坡过来 这个KIA机场 那个车程都要整一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 大半夜 没有一间商店开 他要去哪里找长裤跟皮鞋 他讲 如果那时候呢 是在比较正常的时间 就白天或者是下午的时间 他还可以去附近买 可是那个时候呢 都完全没有商店开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回家哪咯 然后他就去跟这个 顾门的 去要求他 哎呀给我进啦 他就跟他讲了他的来龙去卖 他要回去家里 找长裤 跟皮鞋 一来一回很冤枉那个时间 然后呢 那个顾门的 死活都不肯 他就说 the law is law take it or leave it 到最后 没有办法咯 我那个朋友呢 就抱着一个呢 很堵然的心情啦 就啦 回去他基隆坡的住家 换了长裤 还有皮鞋 然后再来多一次 他说呢 你知道他将他增加了多少路程的时间吗 他第一趟 从基隆坡去到机场一个小时 然后呢 从机场回去他家一个小时 然后呢 再从他家再回去机场 一个小时 总共花多了三个小时 然后呢 为什么他这么急呢 他告诉我说呢 有一条law就是呢 那个 女佣呢 下了飞机 在那个office里面呢 不可以做超过六个小时 如果超过六个小时的话 就要被强行 遣送回国 这样你这个女佣就泡汤了 所以呢 他必须要赶在六个小时之内 解决所有问题 结果 他有成功 在时间之内呢 回到来这里 OK 这一次有藏库 有皮鞋 OK 这次给他进了 然后让他解决了 这一个女佣的事情 好 so 他针对这件事情呢 他觉得是非常的 堵懒堵懒的包了 他就赶紧来跟我分享 OK 然后他也叫我帮他分享一下 这个东西 好 我现在分享了 OK so 我得到了一些关键的讯息 就是 移民厅相关部门 然后 看门口 OK so 其实 这个事情呢 可以归类为了 平时我们有听到的 就是 说穿短裤啊 不可以进这个 做IC的地方啊 做passport的地方啊 医院啊 警察局啊 这些是我们平时听到的cas 但是呢 老实说 我听到呢 最离谱的 也是穿短裤不可以进啊 没有听过穿 脱鞋不可以进啊 一定要穿皮鞋才可以进啊 夸张不夸张一点啊 OK so 这个 毋庸置疑啦 肯定是中央政府的 部门的问题啦 现在我说这个主角是 移民厅 就肯定是内政部啦 就肯定是内政部啦 我管你什么部都好啦 有时候是内政部 有时候是卫生部 有时候还有什么部 什么部都好啦 OK 所以我今天这个故事呢 我就要带出来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了 就是的 这个 穿 长裤穿皮鞋的 我真的是要有请所有的官老爷们 好好的去 找你们的部门的秘书 好好的问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还有什么部门的 还有这么 混蛋的 这种 条例 要规定人家呢 穿长裤 穿皮鞋 才可以进去的 找到出来 全部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不然的话类似的问题 你们会让人越来越独揽 这是唯一的结果 然后呢 还有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呢 呃 其实最近有这些事情发生了 我在我的留言区 我都有听到一个论述了 这个论述了就说呢 现在很多 这个政府部门里面 其实有很多 所谓的公务员呢 是清国盟的 然后呢 他们呢 会啊 故意做一些举动 来刁难老百姓们 然后啊 布地就是要让 这些老百姓呢 遷怒于 当朝政府 啊 当然 这种说法呢 啊 我们不能够 说100%的正确 但是呢 在一些程度上 有时候还真的是 不得不相信 啊 像我朋友所遇到的这个 cas 是啊 我是觉得啦 在 以前的时候呢 应该是没有 这样的情况 他很强调告诉我 现在 刁难他的 不是官员 是门口 顾门口那个人 啊 so 啊 我是发现到呢 好像呢 最近呢 这种事情 频频的发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这样的感觉 啊 可能有些人会说 啊 哎呦这个 西蒙座政府 更加极端了 但是 有没有发现到 好像是 西蒙座政府了过后啊 这些所谓的公务员啊 刁难老百姓的事情 是越来越多了 啊 跟西蒙政府有直接的关系吗 啊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一个 明确的答案 我只能告诉你 像我朋友这个cas 就是 顾门口的那个人罢了 还不是里面的官员 在刁难他 啊 so 这时候呢 我就马上想起了 之前有人说过那个论述 是不是 现在那些亲国们的 公务员 啊 在故意嘎嘎叫叫老百姓 然后就是要做到老百姓 迁怒 于这个政府 当然 我这样说呢 哈 可能很多人呢 又说 哎呀 我又在为政府洗地啊 哈 又把这些东西 赖在小拿破人身上啊 我不给一个定论啊 哈 我就告诉你我 啊 一个 关于市议会的例子啊 我不能指名道姓是哪一个市议会跟哪一个市员啊 OK 我只告诉你一个真正发生过的例子 如果这个例子有半点虚假的话 我天打雷屁我告诉你 OK 就话说呢 曾经在一个市议会有一个市员 啊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市员呢 啊 就 面对到了一个 华人咖啡店老板 这个华人咖啡店老板呢 就杀气腾腾的 冲上来找这个市员理论 啊 然后理论什么呢 他说 哎 你好大的胆啊 啊 你叫 市议会的人来烧我的当口 是不是 啊 然后那个市员就在那边 满头的 黑人问号 就问 我几时有来 叫人烧你哦 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从来没有 一点印象都没有 啊 然后那个 咖啡店老板就说 你还说没有 啊 那个来烧我的官员啊 我就问他 啊 谁叫你来烧的 他讲 你们亲爱的市员哦 他叫我来烧了 哇 这个东西呢 当时那个市员听到了 就真的是觉得 非常的无辜 非常的冤枉 什么时候有叫过 这些官员去烧 啊 后来 才知道呢 这个是完完全全的 栽赃嫁 啊 啊 有 满满的我刚才说的那种成分 啊 就是呢 啊 他是亲巫童的啦 啊 然后呢 就是故意做这种东西 然后呢 就把所有的罪责呢 啊 都赖在这个 丝烟的头上 然后让这个丝烟吃死猫 啊 而 这个丝烟呢 他到底吃了多少是这样的死猫 也不知道 只知道了 至少有这一单 是亲自杀上门的 那些没有杀上门的 还真的是不知道有多少单 啊 啊 所以 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OK 说 讲到完了 啊 这个 情况呢 有时候不得你不相信 有时候呢 我是觉得那种的 很夸张的 故意刁难的 啊 也不知道 到底是小拿破仑在作税呢 啊 还是这个中央政府呢 是应该要被骂呢 啊 可是无论如何 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跑不去 就是呢 你们现在的那些服装条例呢 全部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一轮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条例的话呢 小拿破仑也做不了怪 这是事实 啊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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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